这个美国女孩名叫Denisa Neal,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Krista McCullers中学的一名八年级的学生,一场因为两美元的闹剧就围绕着她展开了,当然,女孩是无辜的。 这天中午,Denisa拿着老老Sharon K. Joseph给她的两美元,准备购买午饭。 在这所学校里,有不放幸运的学生享受免费午餐费用后待遇,虽然以跟女婿的生活条件来看,她也符合免费的行列,但缺少俊气的是,学校始终都没有批准她的免费享用午餐的申请。 当Denisa将身上仅有的两美元交给食堂的相关人员,正想端着午饭找座位的时候,她被叫住了,因为学校的验钞机对她的两元美元纸钞没有丝毫反应,这意味着这纸钞有作假的嫌疑。 据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两美元,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验钞机又无法辨别真假。 这张两美元纸钞上面,印着美国第三届总统结肺训的头像,话说,各位看官,你们平时有没有见过这种两美元吗? 话说,咱们国内的那种红色衣员,绿色两元都不多见,令人比较愤怒的是,这所中学处理这个疑似假币事件的做法。 他们没有念及Denitra这名学生在学校表现一贯良好的过往,直接就将这个事情升级到严重的程度。 校方迅速联系了警方,因为在他们看来,Denitra不仅伪造了假币,还公然在生活中流通使用,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文讯而来的美国警察也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严重,其中一名警察对Denitra表示,你惹上了大麻烦。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名13岁的孩子伪造和使用假币的罪名成立,他将会被判以2到10年的入狱的刑罚。 经过询问,美国警察知道了这个,疑似的2美元,是Denitra的老老Sharon,该Joseph给的,又打电话将这个关键人物Sharon叫到学校乱话。 Sharon表示,我是在一家超市购物后,收银人找铃的时候给了这钱。 在Sharon的坦白后,警察带着这相关的一行人,又来到了这家超市询问,工作人员表示,的确是找铃的,但钱不是假币。 最终,美国警察将这张两美元带到了银行,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签订,银行方面表示,这张两美元纸钞的确是真的。 原来,美国在1862年,第一次发行了两美元纸钞,以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捷粉饰,Thomas Jefferson的头像被纸钞的正面相。 但在当时,两美元纸钞的存留量很低,直到1953年,两美元面值的纸钞才进行了大规模的发行,但这个大规模也只是相对之前的上样而言。 但随着人们在使用过程中的习惯问题,即便美国在2003年,分别两次发行两美元纸钞,但这个面额在钱币最终没能在使用中被广泛运用。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元中,还有个两元面额的,也是情游客员。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验钞笔没有反应的原因,在得到了银行方面的确定答复之后,美国警察最终将这张稀有的两美元,退还给这名13岁的女孩,但之后没有任何道歉就不了了之了。 学校方面表示,我们每年都会经历学生一次使用假币的事情,以2013年到2014年一学年为例,当时就有40个学生涉嫌假币交易,而后每年这个数字都在不断的增加中。 所以,我们也是防化于未然,才采取了报警的方式,但即便如此解释,也得不到Banirian的老老学人的理解。 他表示,首先,Banirian还只是一名13岁的孩子,学校有没有必要就将这个不能确定的事情升级,直接用报警的方式来解决呢? 从之前的那些数据来看,那些被怀疑一次使用假币的学生都是我们这样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学生,这说明什么呢? 整个世界就如同闹剧一般,最可怜的就是我的孩子,他不仅在担惊受怕,精神紧张了一个下午,而且还因为没吃到午餐而一直饿着肚子。 难道没有人应该向他道歉吗?话说整个世界,这个女孩的Banirian真的是很乌瓜,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环境中,也当真是让人感到憋门的。 你还记得咱们也有过两元的钞票吗?估计现在都已经是钱币市场,上面的硬货了。 转字,小云解惊,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